据多家外媒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 出口民调显示 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 一百分之二十八的得票数 在七名参选者中占据领先 法国及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袖 马里纳彭勒则一百分之二十三的得票率 占据第二名 这意味着接下来 马克龙将和彭勒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 谁将在未来五年里领导法国 马克龙当晚在公开讲话中表示 他将采取创新举措汇聚信心 以团结民众共同为国家服务 庞乐在公开讲话中说 此次大选将影响法国未来五年的政治决策 他将用五年时间让法国恢复秩序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有对第二轮投票的民意意向调查显示 马克龙暂时以百分之五十四对百分之四十六的支持度 领先于庞乐 此前大量的西方主流媒体虽然都意识到 此次法国总统大选对马克龙来说不会一帆风顺 将面临来自庞乐所领导的极右翼民粹势力的强力挑战 但这些媒体也都对庞乐流露出了厌恶的情绪 这不仅是因为庞乐在接受难民和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 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左 且相当极端排外和种族主义 更因为他此前颇为同情普京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 他曾对普京的种种做法表示过理解 即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 庞乐为了在选举赢得更多支持也在改变立场批评普京 包括在不洽事件中跟着西方主流社会谴责了普京 甚至要求驱逐俄罗斯驻法国大使 但根据美国政治资讯网站报道 美国政府对于庞乐这种普京同情者有机会赢得法国总统选举 仍然感到十分害怕 担心他会动摇西方对付俄罗斯的联盟 甚至会影响到北约 毕竟法国是北约中的大国之一 不过过往的媒体报道显示 与鼓吹联俄抗中的美国的右翼民粹保守派势力一样 庞乐对于俄罗斯和普京的相对理解和同情态度 可能更多源自一种文明和人种的视角 他在今年1月曾公开表示 美国和西方应该把俄罗斯融入到欧洲 而不是把俄罗斯推向中国 称这才是最大的危险 他还曾表示 法国将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 多年前还处在法国政坛边缘的庞乐 曾抛出过法国脱欧和退出欧元区等口号 但如今已经进入法国政治主流地带的他 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知识 已经将这些激进的理念都搁置了起来 有分析认为 庞乐如今推崇的似乎是一条复制粘贴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道路 给予那维护欧盟内的国家主权 与外则捍卫欧洲的利益 但也有分析认为 法国现在几乎所有政治派别 都在推崇当年戴高乐的主张